法拉第定律 随时间改变而产生的电场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用法拉第定律这个原理 我们来看一个加速器 有一种加速器它叫做BetaTron BetaTron它的构造是这样子的 它是有一个圆的 一个 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Cross Section是一个圆的 也可以用这个椭圆形的 就是说它的Cross Section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一个管子 那这个区域呢 我们通有磁场 这个磁场是圆柱状的对称 但是它不是均匀的 它是越来磁场越大 方向是朝里头的 那么当然这里也有磁场 这个地方也有磁场 OK 整个是一个圆柱状的对称 这是Beta 但是这个磁场啊 它不但不是均匀的 空间不是均匀的 它的时间也随着时间改变 我们说这个磁场呢 它是D B OVER DT 大于零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OK 好 在这样一个地方啊 我们现在看 假设这个地方的磁场 我用B来表示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磁场 我们用B来表示 B B 就是这个 这个里头呢 好 我们现在有一个电子 在这里 负1 负1 在这里 那么电子呢 一个带电的电 物体 在磁场里边 这个磁场呢 这个磁场呢 会改变 会改变 所以啊 它现在啊 因为这里会产生电场 因为磁场改变 所以会产生电场 磁场 磁场改变 产生的电场呢 就是 EN 我们说这个 我们由这个 法拉第定律来看 E dot DL 要等于 等于 负的 Parsure B over Parsure T D A 因为 我们在这里 如果在这里 我们画一个 圆形的路径 我们在这里 画一个 Closed Path 就是那个 这个 Closed Path 那么这个电子 正好在这个 Closed Path 上面 Closed Path 上面 那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的 电场啊 它是 1N 就是 非净电场 那么大小 都一样 方向呢 跟这个 切线 在切线的方向上面 我们可以先用 Lens Law 来看 它Flux 越来越大 磁场 越来越大 所以它要产生这样的一个磁场 传送这样的磁场的时候 它的电流要这么流 所以它的 EN 是朝 上的 它有这么一个 EN EN 是朝上的 好 那我们算是 做过一个例题 对不对 现在 我们知道这个DL 跟 我们取DL 跟EN 同方向 同方向 我们知道 EN EN 圆形路径 这个半径 这个半径就是R 这个半径就是R 那我们知道E呢 它就是 我们写EN 它等于Constant 因为这是对称嘛 每一个地方看的这个 磁场都一样 改变都一样 那么 方向呢 就是方向如图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然后我们取 DL 平行于EN 那么这边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说 这个 E呢 DL 它是等于 EN 乘上 2 π R 好 那这边 这边 这边是指啊 你这个路径所 包的这个面积 里面 所通过的磁场 它整个是磁通啊 通过的磁通 改变量 但是因为现在磁场啊 这个里头的磁场啊 这是指里面的磁场啊 不一样大 那怎么办呢 好 我们可以令这个 好 我们可以令这个 整个这个 我们就 当作是 当作是 一个 磁 磁通的 时间 变化率 就是 当作一个平均磁场啊 所以这个里头啊 我们可以把它 当作是 平均的磁场啊 所以这个 要积分 对不对 位置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 看成是 d b average over dt 平均的 平均是多少 乘上 整个这个面积 就是拍二平方 好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 平均值 好 那么我们这里 注意一下 db average dt 这有个负号 它是等于 这个 就是等于这个 里面的 磁场里面的 我们应该写这样子吧 我们写b average 为 为 平均磁场 为这个 平均磁场 为那个区域的 平均磁场 好 那么 我们把这两边相等 en en 乘上 2 π r 要等于 负的 db average over dt 乘2 πr平方 其实这样的一个值呢 我们上一次也都看过 它就等于 它就等于 负 2 分之 r 乘上 db average over dt 这个是法拉第定律 因为这个是变大的 所以它是一个negative sense negative sense 它就是朝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好 这个是 en 我们注明一下 它是negative sense negative sense 好 我们就知道 在这一点呢 电子摆在这里 这一点会有一个en 于是呢 它就受这个切线方向 这是切线方向 的电场 于是它就会有力的存在 这个力就是 切线方向的 力 切线方向的力 我们写这样子 sigmaft 用牛顿第二定律 好 它的来源就是 -1乘上 1n -1乘1n 因为这个电子是负的嘛 对不对 所以它就等于 这个en 这个en带进去 它就是 2分之 1r d b average over dt 这个是来源呢 力的来源呢 它就等于什么 m 乘上 乘上 A T A T 这个我们 嗯 我们先不要用像量 好了 因为用像量在这里不太好表示 就是 就是朝上的 这个朝下的力 它的力是朝这里 它的力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这就是A T A T 我们可以写成M 乘上 D V 不是 这个要写成这样子 这不能用 不能用这个 F等于MA 为什么不能用F等MA呢 F等MA 是牛顿第二运动定律里面 当你的质量是常数的时候 是MA 现在这个质量啊 可以加速到这个 接近于光速啊 所以它的质量会改变 质量会变 质量会变的话呢 我们就要写成M V Over D T D M V Over D T 不能写成M A T 好 我们这个式子摆在这里 好 然后我们再看 你这个电子啊 就要朝这个地方运动了 它就会朝这个地方 有一个速度啊 因为它现在受力了 好 Q V X B B 现在是指这个地方的B厂 Q V X B 就是它的一个力 这个力朝哪里 你试看看 V 朝这边 V B厂朝这边 Q 正的话朝这个地方上的力 Q 是负的就是朝这里 所以它会受这样的一个向心力 它会朝这个地方 有一个F 向心方向的力 向心方向的力 那么这个力呢 它就是它的磁力 好 好 我们说 Sigma F N 它是等于磁力 磁力就是F B 它是等于-1 V X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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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这个要等于什么呢 等于M 好 然后AN AN AN就是向心加速度 好 我们现在把它写到下面来 这个就变成-1 V X B 因为V跟B是垂直 方向已经知道朝那一边 我们现在就用写 就写大小好了 等于M 这个是V平方 OVER R 要记住 这个B长是指轨道上的B长 这样它在这里绕 轨道上的B长 好 从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可以得MV M 我们再乘一个M 这个被一个M来除 我们写这样好了 MV平方 它就等于 不 这个我们用 用绝对值了 用绝对值 它就等于M E V B乘上R 好 我们把这个式子 带到这个里头来 好 带到这个里头来 OK 我们假定这个是A式 好了 带入A式 带入A式 好 带入A式 带入A式 我们就得 这个是 To 我看 假如这个是 等一等 好 假如这个是向量的话 这个用負的 这个用向量 现在我们通通用纯量 纯量我们就不要写这个了 就不要写这个了 就不要写这个了 通通用纯量 就是用大小 它要等于这个微分 这个微分就等于两倍的 这个微分 D MV DMV over DT 那我们就把这个 二倍 DMV over DT 就是两倍的 两倍的 D over DT M1V B2 这个等于什么 好 这个 这个都是 这个 等于等 我看看 EBR 我把这个写成R好了 可以 可以分辨说 就是这个地方的磁场 就是这个地方的磁场 OK 把它当作是 这个地方的磁场 对 这个地方的磁场 这个地方的磁场 MV等于EBR 这个 我搞错了 这个V可以约掉一个 这个可以约掉一个 所以我们有MV 直接就等于EBR 乘上 MV EBR乘上R 没错 EBR乘上R 好 那我们这个就变成 这个微分 对不对 那E跟R都是常数 它就有DBR DT 变成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两边 这两边我们把E约掉 E约掉 OK 好 那么 这个不是V 这是R 我这个写的像个V 这是R 这是R 所以R也约掉了 好 那我们就变成D B B Average Over DT 好 要等于 两倍的 DBR Over DT 所以从这里 我们得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 就是说 里面包含轨道 整个的里面的平均磁场 要等于二分之一的BR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 那这个电子呢 就会在这里加速 并且做固定的一个圆周运动 就在固定轨道上不断的加速 不断加速 那么它加速的时候啊 只能够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加速磁场是用电磁场 用电流来产生磁场 所以呢 我们的磁场啊 通常是用电流产生 因此呢 我们所加的这个 电是一个交流电 是一个交流电 这也可以用V 也可以用I V也可以用I 所以呢 比如说是这样子的 交流电 那么 它只能够由小变大 由小变大 它这个是 由小变大嘛 对不对 由小变大 如果呢 我们假定 你现在只能够用什么 能用这个 从这里四分之一 这个cycle 或者可以用 或者说 我可以从小变大 可以这样子变啊 但是不可以 因为啊 这一段跟这一段 它的电流的方向不一样 所以线圈电流是这样 磁场这样的 电流是这样子的 磁场变成这样的 所以这两个磁场不一致 所以这一段跟这一段 因为电流的方向不一样 产生的磁场不一致 我们知道一定要这个方向的话 所以它只能用四分之一个cycle 比如说只能用四分之一个cycle 四分之一个cycle 这四分之一个cycle 这个时间里面来加速 如果我们一个cycle 是60秒的话 60秒的话 那它只有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这个cycle 不是60秒我讲错了 它60个cycle 这一秒中60个cycle 它60分之一秒 所以从这里到这里啊 是二百四十分之一秒 它加速就二百四十分之一秒 但是它二百四十分之一秒 这么短的时间啊 它在里面加速已经到了这个几百万圈 像这种的加速器啊 它可以把电子 你看它不是用 它这个都是用相对论的这个质量啊 它不是用牛顿 不是用特殊的牛顿第二电率 它是用一般的牛顿第二电率 指点可以随时间改变 那么它可以加到 一千个Gigahertz 一千个Gigahertz就是差不多 一千个Giga EV 那么差不多就是 一百个 一百亿电子福特这么大 这个是Betatron Betatron呢 我们前面讲的是一个Sycrotron 我们前面讲的是一个Sycrotron Sycrotron Sycrotron是回旋加速器 这个是固定轨道的 以前我们把这个中文叫做Syc墙了 Syc强 然后这个出来比它强的很多 所以我们Betatron就翻成比它强 Betatron 那么这个是介绍另外一种加速器 那么我们现在也介绍一种叫做 A.D.Current 涡流 好 我从这里过去 涡流 A.D.Current 当我们一个导体上面有磁场通过的时候 如果一个导体有磁场通过 那么这个磁场如果会随时间变化 如果这个磁场会随时间变化的话 这磁场 如果它是时间的函数 进去越来越大或者进去越来越小 那么根据法拉第定律 它的周围就会产生电场 有电场它就会有电流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产生电流 方向不一定都是这样子 因为磁场在改变 如果是交流电的话 可以进去又可以出来 所以它一下子这么流 一下子这么流 这就好像我们流水流里面的漩涡一样 所以我们就称它叫做A.D.Current A.D.Current一般来说 对我们都是不好 因为你里头产生这个电流 这个电流我们用不上 但是有电流在导体里面流的话 它会消耗能量 它会把电能变成热能 所以这个一般来说都是不好 但是我们讲这种状况 像这种状况的话 就是利用涡流来产生煞车 产生煞车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飞轮 机器通常都有一个飞轮 很重 金属做的一个飞轮 它在转 比如说它是这么转 这么转 OK 你现在要煞车怎么煞 比如说我现在要这个飞轮 慢慢慢慢停下来 你不能像汽车一样 装一个煞车盘 通常不是那样 它就在这个地方 通一块磁场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圆形的区域 就在这个地方通磁场 通磁场 通磁场有什么用啊 我们知道这个圆呢 整个是金属做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金属条 所组成 很多很多这种金属条所组成 金属条 那这个金属条 这都有金属条了 我们拿这个来做个代表看看 它从这边往那边转 就等于切割了这个磁力线 对不对 切割磁力线的话 会产生什么 产生en呢 这en什么方向 看看 它速度朝这里 对不对 速度朝这里 i 它现在 速度朝这里 它会 速度是朝这边啊 它里头会有个en en是v cross b 什么方向 v cross b朝这里 对不对 en朝这里 en朝这里的话 电流 它是个导体啊 它里头的 带电梯就跟得动啊 于是 它就开始 朝这个地方 这里也是朝这里 会有这么一个窝流 ok 会有这么一个窝流 多画几圈 这个是朝这里 这个画错了 这个画错了 yeah 有个窝流 这个窝流啊 我们就看这里 这个地方的电流 是朝这一边 电流i朝这里 它就是一个 带有电流的导线 带有电流的导线 在磁场里面会受力 i l cross b 力超哪一边 力超哪一边 超这边 力超这一边 所以它就会 有一个力 跟速度 相反的方向 这里有一个力 这个等于 i l cross b 力跟速度相反 不是就使得 它的速度变慢了吗 对不对 这就是一种刹车 一种刹车 这种刹车啊 因为你没有实质的物质 跟这个飞轮相碰 所以这个飞轮不会说 越刹车变得越薄 或者说耗损了磨损了一部分 那么这个是 ad current 用来做刹车用 好 我们这个 法拉第定律 就介绍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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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